无畏级反潜舰如果对比的话,那么在技术水平上,无畏级比现代机要更高,尤其是动力系统,采用燃气轮机,而不是老式的蒸气轮机,这一款满载排水量7500多的战舰,配备61000马力动力,航速轻松上35节,是航力也相当不错。 无畏级反潜舰可惜我们在研究之后,仍然相中了现代机,而不是无畏级,我军为何会提供这款先进战舰? 既然在技术更先进,那么银更趋劲争力,似乎也不存在价格方面的问题,何方急需资金,一直在极力推销各种产品,似乎很难理解,我军咋拒绝了呢? 不论原因的话,很简单,不符合我军需求,原来这是一款大型反潜舰,我军需要的是一款制海战舰,无畏级的设计风格,与我军的需求出现了很大的差距。 无畏级反潜舰这款战舰,在建桥两次安装的大型导弹发射装置中,安装不是什么反潜导弹,而是越程反潜导弹,S-SN140英反潜导弹,这显然不是我军想要的东西,即便这款反潜导弹也有反潜型号,但是与专业的反潜导弹相比,仍然有不小的差距。 防空能力也不是理想,别看拥有多达到64枚防空导弹,可惜其型号的S-AN9防空导弹,到2防空导弹的海基板,属于点防御的防空导弹,最大射程才12公里。 5位机反潜舰现代机,属于已至海作战为核心任务的战舰,安装。 8枚S-SN22日式反潜导弹,对航母类目标都有相当的威胁力,以及S-AN7防空导弹,选程达到约40公里,只备一定的区域防空导弹能力。 即便技术上不算先进,但是更符合我军的需求,我们并不是简单的为了先进而先进,即便现代机更为实用,那么,自然要选择它了。 5位机反潜舰对我军不合适,对俄军来说,却是另一回事。 俄军至今对5位机喜欢的不得了,舍不得退役,这款战舰依然是俄军建议的主力舰,作为少有的几艘主力舰,存在于舰队当中。 现代机俄罗斯现在还在维持与使用5位机,相比之下,现代机驱逐渐正在被拆毁,建议数量越来越少。 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很不利的局面,在原定的设计理念当中是,现代机与5位机合作协同作战。 如果仅剩下5位机,那么能不能发挥最大的作战效果也成了问题,一再都受退役,也没有替代战舰的问题。 5位机翻前舰对俄罗斯来说,这是无奈的决策,由于国力衰退问题,已经没有能力再建造如此大型的战舰了,只有有一天用一天吧。 ér Termű. lá 评算。 无奈的加官方队更多。